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徐晓东 徐晓东是谁,大家都知道 在国内打这个雷公太极 打这个铝钢 打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高手 那么最近呢,徐晓东在推特上 就是7月份的事 7月1号开始,7月2号开始吧 就这两天的事 他在推特上发了很多视频 一个是证明这个推特是他自己的 不是别人就是假装的 另一个呢,也是说他通报 他在国内现在最后一个能上的这个直播 企鹅直播啊,也被封了 为此呢,他还感谢了这个企鹅直播工作人员 这么多年的这段时间的支持和坚持 但是呢,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也被封掉了 自此呢,徐晓东在国内就处于是彻底被封杀 据他自己的说法 就是说他在国内 像什么微博呀 像什么的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熊猫啊 直播 他上去话还没说完呢 就弹出一个块来啊 你什么因为涉嫌违规卡就被封掉了 所以他现在是没办法 只能是转战海外 那么很多人呢,对他的这个蔚蓝呢 也比较感兴趣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他的这个前景啊 将会怎么样 那说到徐晓东呢 就不得不提到就是徐晓东和传统武术 也就是说现在的自由搏击和传统武术的这个矛盾 这事怎么说呢 对于传统武术来说呢 我一直的看法就是没什么用 因为我从来就不相信传统武术 就是没有徐晓东 我也不相信传统武术 那就是金庸老前辈 他老人家笔下的一种幻想 或者一种美好的幻想 正所谓辖制大者 为国为民 他是赋予了这些武林中的这些活生生的人物 一些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想做到 但又做不到的事情 你比如就像西游记吧 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上天入地 一个镜头十万八千里 这是人民对于自由的一个美好的幻想 但是真的能实现吗 实现不了 最后孙悟空不是也带的挺估重吗 是不是 你看像新西兰 新西兰有一种叫做毛利战武 就那个人们扭着 就还是我不会学那个动作 反正那个劲儿 那个东西你刚刚按照历史来说 人家是大仗之前跳的 据说能够增加胜率 提升暴击 自动获得回血效果 而且能够降低对方士气 你听听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一个神器 可是到今天呢 大家就是纪念日的时候拿出来跳一跳 没有什么用处 传舞也是一样 事实也是如此 徐晓东现在挑战了好几个了 网上都有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去看视频 这些所谓的传舞大师们 又是什么点穴吧 又是什么太极吧 打赢了没有 没有嘛 你甭管是最后找借口是吧 我不敢用内力 用内力 徐晓东就死了 还是用什么其他借口 输了就是输了 没打赢 但是呢 我跟很多人观点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呢 传舞呢 还没有那么的可恨 就是没有徐晓东说的那么可恨 就说骗子啊 那徐晓东管传舞叫骗子 要说骗子这个行业呢 历史渊源由来已久 但我觉得呢 就那些上门去敲门 骗那些老头老太太退休金的那些骗子 就拿一个破盖片 捣碎了 重新灌装一些 换成胶囊 就敢说是什么国外新出的 什么高科技产品 骗老太太几万块钱 对于这种骗子 我觉得传舞呢 都可能说都不能叫做骗子 传舞他只是说 传统武术他只是自己包装出了一个华业的外壳 然后呢 他就蹲在那 你们想学的上门来报名 其实说白他有点是什么呢 有点像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的意思 支付这个钱去拜师的人呢 当然他们自己觉得是能学到功夫了 但是在我客观看来呢 他这个钱只有一部分 是支付了他学到的这个武术的功能 另一部分支付给他的情怀 情怀值多少钱 对吧 这东西你没法去衡量 但是我不是说给传舞洗地啊 但是说我觉得传舞呢 他基本上来说呢 还不能说叫骗人 里边肯定有很多骗子啊 就是说招邮撞骗啊 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像那个是雷雷 那个就有点过分了 后来不是有揭秘吗 说他拿那个鸟啊 这个什么雀不飞 是吧 实际上是是是是 怎么弄在手上了 那个西瓜 说是一掌打 一些里边都震烂了 说是那个西瓜 是因为平时跟旁边好多人摔啊 声声门门给摔烂的 就是这些网上爆料都有 也不是我说的 对不对 大家的眼睛都看了 所以说呢 这种的骗子就有点过分了 至于其他的那些 你至于说人家是怎么弄的 至少人家没上门去敲门去骗人家 我觉得还好 如果说打假的话呢 假的太多了 一个徐晓东呢 打不过来 但是呢 徐晓东上来以后呢 就跟人家就是说 完了 打击面太大 打了雷雷以后 基本上 因为我一开始就关注徐晓东嘛 他打了雷雷以后 他一下子把很多人都得罪了 他这个打击面太广 地图炮呢 开的也太猛 所有的纯屯武术都跟他为敌 人家说断人钱财 如杀人父母 你如果说徐晓东 你只是盯住几个骗子 我过段时间就打一个骗子 过段时间打一个骗子 不要把这个传舞 整个门派 整个行业给裹进来 因为毕竟好多人靠着这个吃饭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对于徐晓东 东哥 我是佩服他的勇气 我佩服他这个直爽的 敢于真的是说 揭开这个黑暗面 这个浓窗的这种勇气 我佩服他 但是呢 换的就是我 我不会这么做 我呢 也不能说的上是认可这种做法 但是我佩服他 是这么一种心态 其实徐晓东后期 他就吸取了很多的教训 就是有点晚 他后期录的其实挺好的 你看他后来做了一个东哥蜡瓶嘛 然后在这个拳馆里边教授一些防身技巧 我还看了好几期 他里边有教授 比如在酒吧里面 两个人 就是说两桌人撕不起来了 有人带着刀呢 把刀抽出来 你怎么去用手啊 抓着手腕 怎么防 怎么用这个雨伞 怎么用凳子插住他 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因为喝了酒了嘛 大家火气都冲 有可能会出人命 是不是 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 我觉得徐晓东他这个做的是挺对的 这个路子 如果他前期没有得罪那么多人的话 他自己开一个拳馆 然后一点点教授这些东西 然后做节目 踏踏实实的 我觉得他会成为一个非常棒的网红 他甚至慢慢慢慢 他会把传舞这些人压过去 因为怎么说呢 刚才说了 情怀这些东西呢 他毕竟是情怀 甚至还有老头 好多老头练太极拳 他就是为了强身健体 他也没想过打谁 是不是 但是年轻人是找眼于当下的 你的这个功夫好 你的这个功夫管用 能够防身 也能够健体 还能够耍帅 我觉得年轻人 他肯定会选择你这条路 就选择需要东这条路 对不对 只能说是成长代价吧 生活在这个国内 有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学会 这个哪叫韬光养晦 委屈求全 避忠就轻 是不是 那有句话说的好吗 说英雄都是死人 烈士 那都是追人 没有几个活着的烈士 大家玩过游戏的话 你们如果熟悉的话 也知道 活着 才有DPS输出 对不对 你死了就没输出了 所以说呢 先保存自己 其实我呢 也特别想劝这个 许耀东 劝东哥几句 但是呢 我估计他肯定也不会听 因为我也是个无名小卒 是吧 我也不是什么大佬 但是呢 求个心安吧 我还是说两句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人 我们不是神 也不只是局限于 许耀东的一个事 他一个人 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 有的时候这个行业 或者这个世界 面临着有很多的黑暗 我们救不了那么多人 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人 实际上我们能管化我们自己 管化我们身边人 就不错了 就比如说网上吧 网上也有很多骂战 我觉得我们是不可能 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他哪怕说 他其实是理智 知道这个是不好 但为了他的情怀 为了他的面子 他就说这个东西好 你应怎么办呢 你这种辩论的话 这种情况的话 就永远说服不了 或者永远你叫醒不了 一个装睡的人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就不如说保证自己 先存活下来 保证自己慢慢的有影响力 然后一点点 你影响力大了以后 就像万有引力一样 你一点点 你会吸引身边的这些人 慢慢能接触到 你会团结在你周围 你一点一点的 能救多少 救多少 能帮多少 帮多少 如果需要东能够好好的慢慢的经营自己的拳馆 慢慢的一点点的发展 慢慢的有找到靠山了 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成为一股势力了 我觉得呢 他就能够在这个圈子里面正式的立足下来 然后逐渐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他不用去喊打喊杀 不用去点名去骂谁 但是呢 他的技法 他的这些影响力 包括他不在媒体 他可以在身边说嘛 一传是十传百 慢慢的大家呢 这影响也就铺开了 那样的话呢 我觉得他的路会好索很多 所以说回来 咱们说说这个 需要东的这个未来和发展 其实我这次是非常不看好 他在推特上继续发展 他的路的视频 我都看了最近这几期 你们大家也可以在推特上找一找 他说他会继续在这个推特上 做这个东哥蜡评 没钱也做 我不怀疑他说的这些点 因为他是一个汉子 他真是挺爷们的一个汉子 虽然会比较粗鲁一点 比较这个大嘴巴 有的时候说话不走脑子 但是他确实是个挺爷们的一个汉子 但是 我必须得说但是 就是说 他在国内 既然说所有平台都能封掉 就可想而知封他这个人 或者推动封他这批人 有多么大的势力 有多么高的这种能量 所以说 他到推特上来说 他觉得他可能是说 在他的想法里面觉得 我在推特里面你们管不上我了 可是别忘了 前两天范文斌刚被举报 理由是翻墙 也就是说在中国翻墙是违法的 您想在推特上做 在YouTube上做 我们这些粉丝们 我们这些关注你的人 都会很高兴 但是问题我担心的是你做不了 就是你做几期以后 这些人 这些逼迫你的人 他们知道了以后 他们更高兴 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 让公安局找你谈话 甚至会就是说 给你做一些行政处罚 比如说拘留啊什么的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铁打的汉子 进了这个看守所 我告诉你 谁都扛不住 看守所里面想搞你 那这个方法多了去了 所以说呢 我呢 就给出个搜主意 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呢 我推荐需要东西 肉身翻墙 能出来 赶紧出来 你看现在这个 澳大利亚也好 加拿大也好 美国的这个西海岸 旧金山啊 洛杉矶啊 这些城市 华人都非常多 还有很多年轻的华人 也在那边 包括ABC啊什么的 如果他能够出来的话 带着他的名气 在这边选一个地方 华人比较密集的 还是开一个小拳馆 走这种健身 加这种防身的这种路子 聚集PI号者 我觉得呢 生存不是问题 而且呢 还可以继续的呢 就是说有一些作为吧 至少呢 不用在国内一样 就是说 这些人的势力大嘛 就拿捏他 想今天让你全管关张 就让你全管关张 想今天封杀你 就封杀你 说白了 徐晓东现在在国内 他没有势力的话 他就是块鱼肉 别人想怎么拿捏他 就怎么拿捏他 现在是封他的媒体 是为了降低影响力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下一步会怎么样 下一步他的全管 他开在那 没跟你说嘛 以前在中国 你要干过实体的话 你应该知道 九鼎大羊帽 工商 税务 水电 然后什么 消防 医疗 什么什么 反正这些 这些 反正具体一共是九种 具体我忘了 九鼎大羊帽 查爱能查死他 今天过来查你 告诉你 庭延等顿 过两天又来查你 一个月 周六周日人家不来 就周一到周五来 你算算一个月 跑去周六周日 22天 九个大羊帽 轮着来查你 你还能做生意吗 到时候你也上不了直播 发不了这种 微博 没有人知道你的观点 没有人知道你的处境 你变成一个透明人 这就是这些人可怕之处 所以与其这样 不如出来 行吧 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还是最后衷心的希望 需要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能够不要真的是说 被我一语成谶 说成最后的这种结果 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今天节目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